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美国资深专家提出了十项个人防护建议 教您保护自己与家人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 科学记者老李·加勒特 曾经经历30多次疫情 经验丰富 他提出了十项建议 教您防范武汉肺炎 一 外出时戴手套 不要陆纸手套 要连纸手套 在公共场合千万别摘 二 如果脱下手套 记住千万不要用脏手摸脸或眼睛 再痒也不要摸 之后用肥皂和温水洗净双手 重新戴上手套 三 每天换手套并彻底清洗 不要戴湿手套 四 口罩需要能盖延口鼻四周 不能重复使用 别用脏手摘口罩再戴上 与人交谈时保持约半米的距离 如果对方咳嗽打喷嚏并且拒绝戴口罩 需要离他约一米远或者离开 在疫情流行时 避免握手或拥抱 五 换掉家中所有毛巾 换上每人专用的干净毛巾 不要碰别人的毛巾 每周清洗两次 六 要特别小心门把手 可以用手肘肩膀 戴着手套去开门 或者开门后马上洗手 触碰他人的物品后 要马上洗手 千万别用脏手摸脸 七 聚餐时用公块取菜 不要吃喝别人餐具内的食物 餐前餐后洗净锅碗瓢盆 不去不干净的餐馆 八 在查明病毒来自什么动物之前 不要购买宰杀或者使用任何活体动物或者活鱼 九 如果天气较好 开窗让空气流通 但如果天气很冷很糟 还是关窗 十 在照顾发烧的亲友时 要穿长袖长裤衣物 一定要戴严丝合缝的口罩 并让病人也戴口罩 接触病人时需要佩戴乳胶手套 病人使用过的一次性物品 密封后扔入垃圾桶 其他物品需要用肥皂水洗净 老李加勒特也指出 如果中共政府在三个星期前 就让民众知道情况 及时防范 而不是试图掩盖真相 疫情就不会发展至此 接下来几周 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的防疫措施 对老百姓来说 会是一段苦日子 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新唐记者林兰综合报道